月球是我们蓝色星球的近邻,也是人类迈向更远深空的中转站。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月球探测的四期工程,前不久中国载人登月也有了时间表。 新一代载人火箭预计2027年首飞,在2030年前还将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 航天发展动力先行,近日航天科技集团六院研制的中国载人登月火箭主力发动机, 130吨级泵厚百叶氧煤油发动机,完成上市车台后的第六次试车, 发动机累计试车时长长达3300秒,工作时长超十余备用时间, 验证了发动机工作可靠性的同时,再次创造中国百吨级发动机单台试车新记录。 6月4日,神十五乘组凯旋,从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到最终成功着陆出舱, 航天员的回家路会遇到怎样的难点,又有哪些科技手段为他们保驾护航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 但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首先,来给登月火箭主力发动机画个重点。 发动机是核心部件,是一枚火箭的心脏,心脏的动能越大,力量越足, 就能带领重型火箭去更高轨道的太空探索。 这一次,中国载人登月火箭主力发动机单台试车时长,创下新纪录, 就是中国航天动力事业,对大推力发动机技术验证的又一次跨越。 到底什么是火箭发动机点火试车呢? 发动机试车简单来说就是发动机, 点火并验证其设计方案合理性和工艺可靠性的过程。 这是任何一项发动机研制和交付等环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所谓试车,其实种类多达几十种,会贯穿发动机研制前后的各个阶段, 每个阶段的试车都有不同的意义,点火时长也从几秒到数百秒不等。 专家表示,在某一型发动机的研制阶段, 发动机会完成从单个组件试车到全系统试车的一整套复杂的流程, 小到一个阀门大到一台完整的发动机,都需要精力千锤百炼。 在研制阶段过后,发动机试车将会进入鉴定阶段, 完成鉴定阶段的试车之后,这一型发动机便可以交付火箭使用了, 但是这并不代表试车的结束, 每一台发动机都需要在试车台上热一下身才能达标, 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的不断进步,试车台上也越来越忙碌。 发动机是火箭的核心部件, 目前主流的运载火箭发动机主要分为液体火箭发动机和固体火箭发动机, 那么这两种发动机都有什么特点? 固体火箭发动机顾名思义, 就是使用固体燃料作为推进剂的火箭发动机, 与之相对应的是, 液体火箭发动机, 它们的工作原理相同, 都是通过点燃推进剂产生巨大推力, 将航天器送入几百甚至上万公里的预定轨道。 有所不同的是,固体发动机主要使用的丁墙这种固体燃料, 也就是一种高能火药, 长征11号运载火箭使用的就是固体燃料, 而液体发动机主要使用液氢液氧等液体推进剂, 大家熟知的长征5号火箭使用的就是液氢液氧。 由于使用的燃料不同, 因此各自的特点也不相同, 液体发动机具有可控性强, 点火时间长等特点, 而固体发动机具有结构简单, 机动灵活, 瞬间推力大等优势, 而在未来, 基于两者优势相结合的发动机组合模式, 也将成为新的设计思路, 这就是世界航天大国都在智力发展的方向。 6月4日6时33分, 神舟15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航天员费俊龙、邓清明、张璐顺利出舱, 航天员乘组当天乘机平安抵达北京, 将进入隔离恢复期, 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为了确保远梦乘组三位航天员平安归来, 各系统做了哪些周密部署, 又有哪些前沿技术被应用于此次返回任务之中呢? 神舟15号载人飞船由三部分组成, 分别是轨道舱、返回舱和推进舱。 就像神舟13号、14号那样, 神舟15号也是采用快速返回技术, 神舟15号撤离空间站后, 通过精准的轨道预报技术, 只需绕地球飞行5圈, 就能进入返回轨道。 相比之下, 神舟12号飞了18圈, 绕地球飞行每圈耗时约90分钟, 所以神舟15号的返回时间可以节省19.5小时。 神舟15号进入最后一圈飞行后, 东风着陆场与其轨道平面共面, 这样神舟15号就能瞄准预定着陆场进行着陆, 这与发射时相类似, 只有等到九泉发射场与中国空间站的轨道平面共面之时, 运载火箭才会点火升空, 这样才能把神舟飞船送入便于对接空间站的轨道。 进入最后一圈飞行时, 神舟15号的轨道高度已从撤离时的400公里降到380公里, 此时飞船的速度约为每秒7.7公里。 神舟15号的返回之旅就是要让飞船不断减速, 直至最终着陆时速度变为零, 但要把如此快的速度降为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神舟15号的飞行方向是轨道舱在前, 返回舱区中, 推进舱在后, 飞船先进行第一次姿态调整, 整体转动90度, 然后轨道舱分离, 接着进行第二次姿态调整, 推进舱, 返回舱组合体再转动90度, 让推进舱朝前, 返回舱朝后。 推进舱的反推火箭启动, 开始进行大约3分钟的制动, 飞船的速度不断降低, 高度随之不断下降, 推返组合体在无动力飘落了大约20分钟后, 高度下降到145公里, 推进舱随即分离。 接下来, 返回舱的载入公角建立非常关键, 这个角度要控制在大约1.6度, 如果角度过大, 返回舱会一头扎入大气层烧毁, 如果角度过小, 返回舱会被大气层弹射到太空中, 就像打水漂那样, 无法正常载入大气层。 返回舱以合适的角度载入大气层, 随着高度不断降低, 大气层变得越来越稠密, 而返回舱此时的速度高达每秒数公里。 返回舱在大气层内高速飞行时, 与空气发生剧烈的相互作用, 从而产生十分强大的气动加热效应, 这可以让返回舱外表的温度上升到2000摄氏度。 为了对抗返回时的极端高温, 返回舱底部的隔热大底覆盖着蜂窝状的防热材料, 它们会剧烈燃烧, 然后从返回舱表面剥离, 从而带走大量的热量。 此时, 航天员在舱内可以看到, 闲窗外面被烧得通红, 伴随而来的是尖锐的呼啸声。 在80公里高时, 返回舱进入了黑障区, 舱外高温形成的等离子体干扰了通信, 使返回舱暂时失去与地面的无线电通信。 直到高度下降至40公里, 返回舱才会飞出黑障区, 并恢复与地面的通信。 在自由下落了30公里之后, 返回舱打开一系列降落伞, 让返回舱的速度不断下降, 直到只剩大约每秒7米, 高度下降到6公里时, 返回舱底部的防热大底被抛掉。 等到返回舱的高度只有一米时, 底部的反推火箭将会点火, 让返回舱的速度快速降至每秒3米, 从而实现软着陆。 而在神舟15号成功着陆之后, 新华社公开了返回舱的两张高清图片, 可以看到它的底部许多细节, 有意思的是, 两张照片上明显有个地方不同, 即一个像罩子一样的金属结构, 第二张照片里拿掉了, 这引起了外界的好奇, 难道是什么保密项目? 返回舱着陆之后, 第一时间取走了? 其实大家猜反了, 不是取走而是加上, 具体来说是用于测量返回舱高度的 伽玛射线高度计, 由于伽玛射线会对人体产生破坏作用, 因此着陆后很快就被加上了防护装置, 以保护现场工作人员的安全。 神中飞船返回舱降落的时候, 距离地面一米时, 反冲发动机会点火, 在两秒内将落地速度从7米每秒降到不高于2米每秒, 而返回舱是如何精准知道何时该启动反冲发动机的呢? 靠的就是这个伽玛射线高度计, 这种伽玛射线距的可靠性非常高, 只要反射粒子再重超过预值就可以直接启动了, 反应速度很快。 而通过新华社的高清图片, 还可以发现神中15号返回舱的许多细节, 比如底部两组共4个像蜂窝煤一样的东西, 其实是固体反推发动机的喷口, 共有22个喷口, 其中外圈14个,内圈8个, 4个蜂窝煤一共是88个喷口, 每台重约10公斤, 直径不到30厘米, 虽个头和重量都不大, 但工作时每台发动机大约能产生3吨的巨大推理, 4台一起工作就有近12吨的推理。 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过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